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近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日本雄本相继设厂,对此,台湾评论人士指出,美国跟日本现在都有半导体复兴梦,希望国家能掌握先进制程,但美国会失败得蛮惨的。 对于美国半导体复兴梦不会成功,其说明,台积电赴德国日本设厂前,补助款就已经确定了,但从台积电赴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到目前为止,就连装机仪式都过了,补助款却还是未知数,且整体补助总数只有520亿美元,等英特尔补助款确定后,才会轮到台积电、三星。 依照目前地缘局势,台积电能拿到的补助款相当有限。 此外,其指出,美国政策上也看不出半导体对他们很重要的整体意识,加上在美国设厂,工会会撤肘,要把台湾人才调过去也困难重重,甚至竞争者非常多,整体环境对台积电也不太友善。 以整体社会大环境来看,美国在半导体复兴上,其实没有真的下定决心。 其进一步提到,美国企业面对石油危机,为了降低成本不断外包,成就东亚繁荣的经济圈,也使美国制造业空洞不断恶化,甚至陷入恶性循环。 设厂所需的相关材料、设备,恐怕无法在美国找到足够零件与原材料,不仅价格贵,同时也无法配合建厂相关时程,使设厂成本大幅上升。 其还说,其实美国市场也是欠缺的,美国3C产品,汽车产业的占有率已经越来越低,市场上所需的晶片,必须先经过中间材料,重新组合成为零组件。 但美国没有零组件厂商,苹果伺服器都是在亚洲生产的,恐使先进晶片,要先运至亚洲组装,完成最后成品后再运回美国,这个情况变得缓不济及,也让美国集起了所有不适合台积电发展的情况存在。 并据台湾媒体此前报道,台积电日本雄本厂JASM于2月24日运行。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数据库总监刘佩珍对此称,这意味着台积电在半导体产业西一轮全球布局中,抢下非常重要的摊头榜。 然而不少媒体称,台积电的进驻将改变雄本的面貌,当地居民都很担心。 雄本方面曾制作一份名为雄本机场周边只能做的30件式的导览图进行宣传。 但随着台积电在此设厂,其带来的交通堵塞、农地流失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。 台积电日本雄本厂2月底运行后,预估10年经济效益达4.35兆元新台币,但恐有掏空台湾半导体的疑虑。 有台湾媒体人称,台积电这么做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规划,要分散美国未来可能面对的风险。 但当美国觉得它的风险降低时,就代表台湾对它不重要了。 台湾一旦对美国不再重要,美国会不会直接把台湾抛弃? 他说,未来台积电可能还要去德国等其他地方投资,这代表本来在台湾的商机都没有了。 台湾人自己都享受不到,就是被美国逼的。 台积电雄本厂已在2月底投入运行。 据路透社报道,两位知情人士透露,台积电正考虑在日本建设先进风装产能,此举将为日本重启其半导体制造业务增添动力。 他们补充说,审医工作还处于早期阶段,但由于讯息尚未公开,因此拒绝透露性命。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正在考虑的一个选择,是将其晶圆机片晶片CoOS封装技术引入日本。 CoOS作为一种高精度技术,涉及将晶片堆叠在一起,提高处理能力,同时节省空间并降低功耗。 目前,台积电的CoOS产能全部位于台湾。 CoOS全称Chip-on-Wafer-on-Substrate,是一种2.5D与3D不同的封装技术。 而2.5D与3D主要是排列形式不同,可以拆成COW以及WOS两个部分。 COW是只将晶片堆叠在一起,WOS则是把晶片封装在机板上。 此先进封装技术的优点是缩小晶片空间外,也可减少功耗与制造成本。 台湾媒体称,这打破台湾独家制造的现状。 报道称,路透社报道说,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,台积电正考虑将CoOS先进封装技术带入日本,但这项评估工作仍在早期阶段,尚未就潜在投资规模或时间表做出决定。 报道说,台积电目前所有的CoOS产能都在台湾,由于AI需求快速成长,因此台积电正在考虑布局日本作为CoOS产能候选地。 但台湾中央设称,台积电对此拒绝置评。 随着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,全球对先进半导体封装的需求激增,刺激台积电、三星电子和英特尔等晶片制造商提高产能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1月份表示,该公司计划今年将CoOS产量增加一倍,并计划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。 台积电刚刚在日本建造了一家工厂,并宣布了另一家工厂,均位于日本的晶片制造中心九州岛南部。 台积电正在与索尼和丰田等公司合作,日本合资企业的总投资预计将超过200亿美元。 台积电还于2021年在东京东北部的磁城县建立了先进封装研发中心,并采用6nm、7nm先进制程。 然而,Trendforce分析师周安超表示,如果台积电在日本建立先进封装产能,预计规模将受到限制。 目前尚不清楚日本对CoOS封装的需求有多大,而台积电目前的大多数CoOS客户都在美国。 半导体企业金融分析师Dan Nistat曾指出,分析台积电经过审计的2023年财报后发现, 回答成为台积电2023年第二大客户。 对台积电的晶片制造服务支付2411.5亿元新台币,折合77.3亿美元,对净营收的贡献占比达到11%。 并有两位知情人士称,英特尔也考虑在日本建立先进封装研究机构,以加深与当地晶片供应链公司的联系。 台积电的另一家竞争对手三星也在政府的支持下,正在日本横滨建立先进的封装研究设施。 而且,三星也正在与日本和其他地方的企业洽谈材料采购事宜,准备推出其与SK海力市的HBM类似的封装技术。 除了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、日月光、力程、晶圆电等半导体后段专业封测代工厂OSAT, 今年同样积极扩大资本支出,布局先进封装产能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